養鬼仔我相信已經是 原出很久很久的傳說和歷史都記載有的 一些剛剛出生的嬰兒 在七七四十九天之內 最好就是說 有些死了在十二的時辰 即是二十四小時之內 應該要將這個屍體拿到 根據記載當中 他們拿的時間都是要不見日光的 用一些青竹的竹 剛剛飆出三尺左右 削了竹枝 他們要摸準石老哥 因為那裡沒有棺材 有多數是錦布或錫 或是棺材 都不是厚木,是木板 所以他們摸準石頭 用青竹就會在棺材頭上打下去 用生雞血滲入之後 繼準時辰後才開棺 把弟弟拿走 不要碰的,是貴仔 全身攝製,三級驚嚇,聞所未聞 莫方領袖 試圖發證,帶你闖入死亡禁地 找開個廢人 怪談電影 9月3日,全港盛大公映 師父 師父 摸 誰有多數有多數 偏大公啊 因此 他要小心 走 走 走